我这多菜多难的人生啊 什么时候是个头 感觉怎么样 我可是为了你才爱的刀子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紧张死你了吧 要是我死了 你要后悔一辈子 你 你该不会是失忆了 喂 我受伤的是胳膊 又不是脑袋 昨天医生 在你的血液里发现了迷药的成分 没有 你有没有吃什么奇怪的东西 没有啊 我没在家吃饭了 我早就不用这招了 爷爷 你又偷贴 对 昨天晚上的凶手找到了吗 还没有 我在趁乱中踢了那个人一脚 如果今天有人走路一拳一拐的话 那多半就是凶手啊 你是说你自己吗 是 你啊 你啊 以后遇到这种事情 还是要先保护好自己 知道吗 这个季思琛最近对我好温柔啊 免得到时候 我离婚变丧偶 还让爷爷伤心 我 有没有人告诉过你 话说一半也是一种美德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你就是舍不得我 你知道你昨晚喝醉了吗 我 不知道 我好像撞到头了 我头 我头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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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 少说话 多休息 太热了 你要热死我啊 那这样呢 垫一个 谁啊 谁啊 终于轮到我喜欢你了 你也有今天 谁 天王盖地湖 你以防炖猪蹄 季总 你要的东西都在这儿 要不 还是你叫我做吧 这我有点搞不定吗 这是什么呀 猪脚汤 来 试一下 我 季思辰 嗯 你味觉失灵了吗 这 这里面放盐了吗 那你尝尝 你还好吧 就给你加盐了 没事 吃太咸了 对身体也不好 好吃 好吃吗 好吃 好吃 你还挺厉害的吗 我以为你们呀 都是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吗 嗯 你这手怎么弄的 嗨 没事 就第一次玩菜刀 不太习惯 你呀 等着吃就好 好好好 你最聪明了 都学会找人帮忙了 是吧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什么都知道啊 你对这两天的事情 有什么想法吗 凶手明显就是精心准备 冲着他往去的呀 那凶手是谁呀 你才来了几天 就发生凉起意外了 你觉得这些都跟你没关系吗 我 什么意思啊 爷爷 死车 怎么了 你没事吧 没事 我做个梦了 打扰到你们了 你最近一定是遇到太多事了 沈静有些紧张啊 好好休息一下 嗯 我去给你关灯 我如果跟你说 我有点害怕 你会不会笑我 你今天能留下来陪我吗 行啊 那你晚上别把我踹下去了吧 我睡觉挺老实的 你老实 但我不已经老实了 你干嘛几次车 我告诉你我还受着伤呢 你离我远点啊 你脑子里整天装着些 什么不能过的东西 啊 睡觉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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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啊 司琛啊 就是比较内向 不太轻易啊 表露情感 毕竟是三流霸总 网文小说里的霸道总裁 外向那也是标配啊 可是对你啊 那可真是特别特了 其实司琛对我挺好的 就是不知道他是出于真心 还是角色设定 他就是不太爱笑 明白了吗 那对你 我跟你说那可真是啊 这个了 对了 明天是司琛的生日 忘了吧 明天啊 对呀 忘了 忘了 我现在去准备阿姨 还要做什么呢 品尝啊 可是我不喜欢吃甜的 谁说是给你做的了 好好好 就是给你做的 直到你不吃甜的 我都做了焦岩味的 那 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和你来看看 我们已经吃点了 我做的事 可爱 我听就说是 不管项目 还需要的话 我们就不再来 像个小二 一样 据说这种特别样的正好适合你这种 废寝忘食致力于做死工作的你老人家 你以后工作别那么拼了 要好好保重身体 多陪陪爷爷好不好 这是陪爷爷吗 还有我 季总 你要的离婚材料准备好了 不过你们好像 出去 好嘞 好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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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一会儿还有惊喜 本来想跟你一起看日落的 没想到下雨了 日落啥时候不能看 只要是跟你在一起就很好 我以前从来不知道 两个人的生活竟然可以这么幸福 以前 对啊 在成为你太太之前 我一直都是一个人 我觉得这样特别乐得自在 这会儿我请走家 这太阳还没落山呢 就开始说梦话了 你不是已经到季家很多年了吗 那你就当我在说梦话吧 我还在想 能不能把梦里的人 带到现实中去呢 不管是梦族还是现实 不管是梦族还是现实 我都会和你在一起 我都会和你在一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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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我先回去洗个澡 换身衣服 我先走了 干嘛 不用去了 不用去了 咱就在这儿了 干嘛 我 我 洗个澡 干嘛 我 就在这儿了 干嘛 我 干嘛 你 那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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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哀啥 我 那儿了 我 最后 我 我 我不在乎 这个乔林是不是给季思川下鼓了 结婚之后被冷落了那么久 怎么突然一下攻下她的心了 她不是乔林 至少现在不是